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Tango 据说在这个世界上,谁要是把Tango学会了 谁就能快速的脱单,远离单身狗的魔咒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 这种音乐到底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魔力 那Tango呢,其实是一种舞曲的风格 在19世纪末的时候起源于阿根廷 那据说啊,这阿根廷的人呢,有两只脚 他们会用其中的一只脚来踢足球 足球不用说了啊,阿根廷在历史上出了很多的超级球星 比如说马拉多奈啊,梅西啊,还有这个萨内蒂等等等等 那还有这另外的一只脚,阿根廷的人啊 就用这一只来跳Tango 首先给你们看一条在阿根廷的名叫卡米尼多的小街啊 那这条街啊,可以说是Tango的发源地 人们更愿意称这条街为Tango街 尽管在这里目前呢,仍然是布伊斯诺艾丽丝的平民窟 但是啊,并不妨碍这条小街成为匪生全球的旅游景点 那整条街不长啊,只有两三百米 这条街的一切几乎都与Tango有关 其实呢,Tango最初就是阿根廷的那些最底层的人民 为了消遣在酒馆里跳舞呀,互相调情而创作的一种舞曲的风格 那他是怎么就从一个酒馆里庸俗不堪的舞曲风格 摇身一变成为一种非常有格调的曲风 而成为音乐会的香饱饱的呢 那这期视频啊,我会详细的和你们说说 Tango为什么一听起来就能成功的辨识度 结果会聊到对Tango一位团队学历贡献的美国家 那他的节目是真的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可以顺手点一个关注哈 很多人对这个Tango的认知啊 其实来源于一部电影叫做《闻香石女人》 它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电影配乐 在我的影片开头呢,我也会多次的去用到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老艺术家 赵立荣老师的一段小品啊 谈歌就是,谈啊谈歌走 谈呀就是,谈呀谈歌走 你别看这个小品里啊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台词啊 这句台词可以说非常准确的描述了Tango的节奏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Tango这种曲子一出来呢 你就会觉得各种妖娆魅惑呀 精神振奋,听起来就像Tango呢 那在这里啊,我们就要说到Tango里的核心乐器 和三个金扁的节奏形 那在Tango里啊,最核心和灵魂的乐器 就是它了,叫班多扭琴 它呢是一种八角形的 像小手风琴一样的乐器 用中间的一个风箱来发出声音 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 那从20世纪初的时候啊 一个Tango标准的六重奏的乐器组合 就被固定了下来 分别是两个班多扭 两把小提琴 一架钢琴 还有一支低音贝斯 那Tango逐渐啊 就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以后呢 不管又加入了什么 扎起扎吧的乐器啊 但是呢 这几种核心乐器都是一直存在的 那再来我们说说这个Tango的节奏哈 这个Tango音乐一响起就让人觉得非常振奋 浑身打满了鸡血一样 节奏感的很强 那这个Tango里啊 最主要的有这么三种最经典的节奏型 我慢慢的解释给你们听啊 就算是完全没有音乐基础的小白 也一样能听懂 那第一种节奏型啊 叫做Makado 也是Tango里应用最广的一种节奏 那它来源于意大利语 是一种非常强调的 智力有声的表达 你们可以呢 把它理解成重音 那Tango音乐啊 它都是四次拍的音乐 那什么是四次拍呢 就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个小节有四拍 比如说是这样的啊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每个小节四拍 那Tango这种曲风呢 听起来啊 我们就要把这个第一拍和第三拍 感觉是去强调 就是它们是重拍 那二四拍呢 听起来像弱拍一样 听起来就是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那这另外两种节奏神呢 它的出现啊 是因为这个Tango 后来就受了很多黑人音乐的影响 其中呢 有一种叫Habanera 就是哈巴涅拉的音乐形式 那里面包含的一些音乐形态呢 就被这个Tango借鉴使用了 我们先来听一下 这一段非常经典的 来自卡门的选段 哈巴涅拉舞曲 那在哈巴涅拉这种舞曲风格里啊 有两种节奏神 那第一种啊 叫Syncopa 就是音语里Syncopation 切分音的意思 那Syncopa这种节奏神啊 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那另一种来自哈巴涅拉的这个节奏弦啊 叫332 之前我们讲的啊 这个Tango呢 它是四四拍的这种舞曲风格 那我们现在要把每个小节的四拍呢 我们再去拆分 把每一个四分音符啊 拆成更小的两个八分音符 那这样每个小节呢 我们就变成了八个八分音符 那332的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八个八分音符呢 我们去按照比例 分成三个八分音符 三个八分音符 和两个八分音符的节奏 那听起来就是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们以后听到这个Tango舞曲的时候啊 你们组织续续听 在经典的这个Tango音乐中呢 大概80%的时间 乐队呢 都是在用这个Makado 这种四四拍 一三拍重音的形式啊 去打这个节奏的 那这个Syncopa和332 在里面呢 会时不时的点缀的出现 让曲子啊 听起来 不会过于的沉闷 会更加的丰富 那但是啊 在这个Pierre Zola 写的现代的Tango舞曲中 在这里先卖个关子啊 这个人啊 等一下会隆重的介绍 那这个Pierre Zola 最经典的 比如说这么 Liberal Tango啊 几乎整个曲子啊 都是用到这个332 这个节奏型 去进行推进的 我们听这个Tango音乐啊 觉得它是充满了激情的 并且呢 很多时候还充满了这种 挑逗呀 暧昧的气氛 要不然这个Tango 怎么会又有一个别名 叫七里子散舞呢 那刚才前面也给大家看啊 Tango的发源地啊 其实是在那种 像贫民库一样的地方 来自于阿根廷 最底层的这些人 所以呀 最初的音乐 是给人感觉 略带低俗的 不入流的味道 但是同时呢 我们仔细去听啊 Tango它又不总是 这种非常激情的 它又有一种 略带忧伤的感觉 但是这种伤感呢 非常的有力量 可以说是一种悲怆的力量 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啊 他们还非常的年轻 但是啊 他们眼睛里面 竟然流露出一种 天荒地老一般的忧伤 这样的忧伤 并不是刻意的 它好像是整个民族 本来就存在的一种灵魂的底色 这种忧伤啊 会通过人的眼睛 通过音乐 通过诗歌 无处不在的 让我们去感受到 接下去回到正题啊 我们就要说到 这样一种不入流的音乐 它是怎么进入到 大众的视野中去的呢 这里啊 我们就要隆重的介绍一个人 他就是皮耶佐拉 那皮耶佐拉也被称为 汤狗之父 就是皮耶佐拉 他把汤狗这种 在小酒馆里面的 最底层民众的娱乐形式 升华成了一种艺术作品 走进了经典音乐的殿堂 那皮耶佐拉的经历 也非常的有意思 在他很小的时候啊 家里非常的穷 然后呢 这个皮耶佐拉 就从阿根廷 搬到了美国去谋生 在皮耶佐拉很小的时候 大概十岁左右吧 他就开始在这个街头啊 演奏我们刚才提的 叫Bandoneo的首风琴了 而且呢 他的琴气啊 非常的出众 那他有一次弹琴的时候啊 就被一个著名的 Tango音乐家发现了 有点类似于 我们现在碰到 这个心态的意思啊 然后呢 这个皮耶佐拉 他就回到阿根廷 开始正式的学习音乐 后来啊 就留学到了巴黎 成为了著名的音乐老师 布朗勒的学生 那布朗勒啊 是二十世纪 非常著名的一位音乐教授 他的学生有谁呢 比如说这个 波恩斯坦 科普兰 还有皮耶佐拉 还有巴伦伯伊姆 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那皮耶佐拉 出到巴黎的时候啊 他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 他是Tango音乐家 因为在大众的印象里啊 Tango就是属于那种 非常肮脏的 小轴管的下流音乐嘛 那就像我们觉得 自己是一个乡村 唱大戏的一样 那来到这个音乐学院里的 这个皮耶佐拉 就感到非常的自卑 但是他的老师啊 这个布朗勒 就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路线 觉得这个Tango啊 就是皮耶佐拉的灵魂 就是他的归宿 于是呢 就强烈的鼓励他 用自己所学到的音乐知识 去改造这个Tango 那本来啊 Tango是一种舞蹈伴奏的乐曲 它是有点即兴的 随意的 比较千篇一律 那以前呢 也是的 一提到Tango啊 就是非常的魅惑 妖娆的舞曲风格 品味呢 也略显低俗 登不了大雅之堂 但是呢 皮耶佐拉 用古典音乐的形式 重写了Tango 让Tango啊 从服务于舞会的 这个平民音乐 改头换面 开始服务于音乐会 这样呢 Tango音乐里面的乐器啊 就有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你现在啊 甚至可能在这个音乐厅的舞台上面 看到一整支交响乐团 加上几把Bandonio 就在演奏这样的 Tango音乐吧 所以呢 里面出现了 什么样的乐器 都是有可能的 那现在还有一些玩法 就是用一个 电声乐队呢 来演奏 那里面就会有 像这种电子合成器这样的 会有一些数字化的 电子化的乐器存在 那另外呢 最近几年啊 又渐渐的有这个 复古风盛新 所以啊 你现在看到的 比如说像这个 Solo Tango呀 或者像这个 Tango Bucco呀 这样的所谓的 复古新 Tango 他们的核心 仍然跑不掉 我们之前提到的 标准的六重奏的 这个乐器的配置 那在皮耶阻拦的音乐里 除了Tango乐器的 种类更加的多元化 也出现了 更多的节奏变化的形式 那他把爵士乐的和声 也用到了 这个Tango的音乐中 现在世界啊 不管是玩 这个爵士的也好 或者是玩 古典的也好 很多人呢 都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皮耶佐拉的作品 并且呢 去演艺 在那边 皮耶佐拉的作品 比如像这个 马友友呀 或者克莱默呀 那今天呢 就为大家选的 来自于 克莱默演奏的 皮耶佐拉的作品 没忘 在里面啊 你会听到 皮耶佐拉 用古典音乐的形式 深化了 Tango中的情感 那伴随着 克莱默的琴声 我们也要来 结束 本期的影片了 如果觉得 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